连大地震使得云翠大夏统帅饭店接连倒塌 前内政部长李鸿源接受专访时表示 若是六级地震发生在台北 以市内六层建筑屋龄超过30年的状况 恐将有4000栋劳务倒塌 像去年 前年 算前年 在台南那个案子如果地震发生在台北 倒4000户16万人 所以台北市的都更是一定要做的 柯文哲不会言坦诚现状 强调台北市大规模都更势在必行 但也直言以现在的都更速度 即使花1000年也做不完 关键在于民众的心态问题 最需要先都更的是 其实是他们的心态吗 对 过去市民期待说一毛钱都不用花 甚至在都更期间还能帮你付房租 然后时间到了就一瓶换一瓶 那附证测位 世界上有这么好的事情吗 没有嘛 强调该更新的不只是老旧房屋 还有民众的想法 不过话风一转 面对六都市长纷纷响应地震捐款 身为首都市长的柯文哲 又打算捐多少呢 大概一个月啦 会啦会啦 我叫陈佩奇去捐了嘛 回家才知道说 到底扣贷还剩下多少钱 不该以往柯市风格 强调起码会捐一个月薪资 也就是大约18万元 不少县市长慷慨解囊 希望抛砖引玉 帮助灾民渡过难关 环宇新闻 苏鸿节定上陈 台北报道 环宇新闻 洋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